胡适认为少数必须服从多数 是世界上最流行的一种迷信 胡适的特立独行 使得自己总成为全民公敌 三十年代过难日益深重 全民都在主张抗战 只有胡适等少数知识反对开战 避免民众做无畏之牺牲 他们希望以退为进空间换时间 边打边谈 以求中国十年和平来发展力量 取土恢复 这时胡适是全民公敌 后来开战后国土迅速沦丧 之前的主战派又逼迫将军使对着和谈 而胡适却坚决地主战 有利欧美并提出苦成待变 还劝汪精卫万不可接受和谈 这时胡适又成为全民公敌 前期反对开战 胡适是全民公敌 后期反对和谈 胡适又是全民公敌 好话都让他们说了